2011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三造鹤舞 是广东省珠海市的传统民俗舞蹈 据传是宋代三造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模仿白鹤的神态动作、研究白鹤的生活习性而创造出来的 三造镇逢年过节便会舞狮耍鹤 意在驱走邪恶带来迹象 如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 现年87岁的陈福岩从16岁开始学习鹤舞 学有所成之后 他逢年过节时便在三造镇正表村的鹤舞表演队中演出 后来从教师职业退休下来之后 陈福岩扛起了传承和发扬三造鹤舞的重任 带着弟子参加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并多次获奖 2012年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造鹤舞传承人称号 是珠海当之无愧的鹤王 这道价值得是珠海当之不合格的 约翰花 与不合格的利益 还更加弱 一旦在那里 总算不及会资金 一旦在美国团队中演出 跟美国团队中演出 结缘 陈富岩笑称 因为自己小时候好动 八岁时 他便在一旁静静看着村里人表演 观察他们如何做动作 从扎马步练武术开始 打稳基础 然后学习套路动作 戴上鹤衣 挥动鹤井 配合鹤哥与锣鼓表演 为了更好地把握鹤舞动作的精髓 上学之余 他还一边放牛 一边注意观察鹤边的白鹤 有关子大家看着 这里 看到这个 一些小时候 给他看着 这里 像郑 Professor 地图太儿道 在那里的大同 idé 大家知道 又在想太强 但给他回答 他回答不得 唯一只能的 但是和珍妮人说的 葱营通道 和珍妮人一篇 这些地方被拒绝死一个小时骨 在这些地方被拒绝死了 因为表演需要穿戴鹤衣,除了左手右手控制外,表演者必须用头部、身体的背部顶住鹤衣内部,弯腰或半弯腰, 以做到鹤身的平衡,即保证鹤的形象和逼真。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帽蝶老人,陈福岩已经很难再如白鹤那般风筋舞翅舞不歇,翩翩飞雪,鸣摇林。 他将所有精力放到了传承人的培养工作中。 据介绍,三噪鹤舞这一民间舞蹈扎干于群众之中有着意义非凡的传承价值, 经过700多年岁月的洗礼,如今也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 三噪鹤舞的挖掘、保护和传承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飞翼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三噪鹤舞也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海外人士的赞赏。 有喜好,好,好 好,好 好 感谢观看